我愛你 謝謝 11點熱潮店 選歌唱 不嗆不辣不上桌 最近很多人出國旅遊 真的是爆滿 去新加坡工作 早上10點整個機場 都自滿的 爆滿 我如果提早兩個小時 就有點危險邊緣了 很多人出國旅遊關心什麼 景點好不好玩 東西好不好吃 睡得舒不舒服 殊不知這些都是次要的 次要的 真正重要之中的重要是 現在感覺就是新聞事件 很多我們會看到 真的很危險 以前出國我們就覺得理所當然 大家吃吃喝喝 玩樂 現在就變成說 什麼不能穿這個 不能帶那個皮包什麼 不能外露 所以要小心 你根本不曉得旁邊的人是 最近我看到一個新聞 也是在國外 就是他們說 女生如果自己要出門 然後譬如說晚上 你要去買菜或是去超市 不是在國外都要開車到停車場嗎 停車場都很大 所以你車子最好停靠近 就是靠近店 不要停太遠 因為有很多人 現在就是說他停太遠之後 他旁邊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箱形車 你會覺得說箱形車也還好 也應該跟我沒有關係 那個車子都是黑的窗子 你如果是一個單身的女人走過去 他就把你抓走 所以他們說現在在國外 如果你要自己去買東西 你最好看到這種不明的車子 你要遠離它 或是你要叫店員陪你一起走出去 旅遊真的會遇到很多危險 大家要小心 我們有一個電話要提供給大家 對 來 有個電話 這個 遇到意外 我們出國旅遊的時候 我們台灣外交部有個救難的專線 來 這個 救難專線是886 886是這個 國馬 來 一個加號886 然後80085095 這一集外交部沒有業配置入 對 我們純粹提供這個 提供給大家 電話給大家 如果大家海外遇難的時候 可以打這個電話來求救 對 很重要 然後我們今天的這一集 我們請來的來賓 都是要跟我們講相關故事的 就是說在國外遇到什麼事 或是發生什麼事 我們是要多提倡大家要注意安全 不要認為說 對你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有的時候你認為不會發生的事 它就會發生 對 提高警覺心 來 歡迎我們今天的來賓們 顏麗婷 阿諾 Evan 提供是我們的專業領隊 來 我們來自本身 就是危險的地方 田舞陽 大家好 來 我們的資深權威記者 玉峰 大家好 太多恐怖事件了 對 尤其最近人心煌煌 人心煌煌的原因來自 顏麗婷的一篇文章 真的好可怕 麗婷 我真的不知道那一篇會 這麼大回想到 看到我焦慮 我在客廳看 我馬上回房間 看我女兒還在不在 那是父母最大的噩夢 真的會焦慮 就一直叮嚀我兒子跟我女兒 不准離開我的視線 Melody會用繩子綁 對啊 小的時候我會 小的時候要來 小的時候他們有那個小背包 然後就兩個繩子 我就拖在手上 因為有的時候 你一個媽媽帶小孩 去機場什麼 人一荒一多 小孩那時候會亂跑 就很危險 你一個人弄兩個 那個事件在圓圓板板 幫我們圍圍倒來 因為這個是我的閨蜜跟我講的 所以他說他那個朋友帶全家人 去某一個國家玩 然後他們是在一個餐廳吃飯 還不是什麼夜市 餐廳裡面吃飯 正常的餐廳 很好的餐廳 那有一個12歲的女兒 就跟爸媽說 媽我去上廁所 那12歲等於就是 已經國中二年級 是不是也可以去上廁所 真的沒想太多 就想說10分鐘20分鐘過去 怎麼女兒還沒有回來 然後會不會是肚子不舒服 所以媽媽就去的廁所 就在那邊一間一間找 沒有找到女兒 然後想說 會不會不在這間廁所 去別的地方 餐廳的第二間廁所找也沒有 然後就問店員 開始有真的緊張了 找不到就是找不到 就再也找不到 至今應該三四個月以上了 沒有找到 那他們不是國民 所以他們必須得回台灣 所以我當時是覺得 以父母那個心情真的是 怎麼走 我可能會活不下去耶 就找不到 就沒有任何線索 是不是妳那個朋友 真的沒有線索 而且他們該報警的都報了 外交部也去了什麼的 所以就是那時候 因為這天回想真的太驚人 跨海很難 對 然後網友就有批評我說 為什麼我不講細節 我的初衷只是要提醒所有的父母親 我不是要危言聳聽 因為這個事情真的很重要 你本來就不該 你在公園玩 你都不該讓他離開你的事情 國外還有那個 從監視錄影拍到的影像 你知道他們如果有心 要爐走小孩多容易你知道嗎 那箱形車白色的 緩緩的開開開開開 然後這個門是老早就打開的 對啊 然後有一個壯漢就在門旁邊 然後看那個小孩 他膽手抱起來 進車內 然後那個門關起來 車子就這樣走了 遜內不及言 還有一個是 莉莉 就是有聽 那個下面會有網友一直 回饋一些他們聽說過的事情 就是說去更衣間 也不要讓太小的小女生 自己進去換衣服 尤其女生好像 對 其實現在連男生都不安全 自己換衣服會怎樣 因為那個更衣間裡 就是一個密室的 就可能有另外一個 然後老闆會通知一些壞人說 進去的人是很OK的 可以錄的 他那個裡面密室門 就打開人路走 對 就是這麼誇張 但是真的有在現實這種中發生 所以我現在真的帶我女兒出去 我是不會放開她的手 而且也說買衣服 對 爸爸帶女兒去買衣服怎麼辦 讓她去更衣 爸爸整個在 對啊 所以一般的服飾店不要去 就帶去LV 對 對 對 這樣我們比較高 他們比較高 他們沒有賣童裝 妳是什麼心態 就是這種地方比較安全 可能百貨公司稍微安全一些 好可怕 而且等一下玉琳哥講到親和力 我就想到以前 好像真的有發生過這樣的新聞 就是他小孩 譬如說 玉峰哥是壞人 我牽了兩個小孩 然後你把我的一個小孩 直接就抱走 那我是不是牽了一個小孩很慌 想說這時候要去追還是怎樣 後面就出現一個 極度親和力的大神說 我幫你看 我先給妳看 妳趕快去追她 兩個都被帶走了 所以小孩就兩個都沒了 所以妳就要買一個那個背包 後面有繩子 把那個繩子綁在妳身上 對 就是只能這樣子 我們是這樣子的 要 來 麗婷來 對 好 我來貼一下 無警絕疚私生 這不是我的故事 是 妳不會 對 我那麼恰 那個人會被妳剪斷 我暑假有帶我兒子去英國遊學 那我想說 他在裡面那麼久 我就也靜修一下英文 所以我就在語言學校認識了一個 約莫50幾歲的一個媽媽 因為她的小孩也在遊學中心 那個學校裡面念書 所以我們就有時候一起上課 她就跟我說 那個Tina你知道後面有一個公園 我們的宿舍後面有一個公園 我說知道還滿漂亮的 或者什麼鵝什麼的 我說妳可以去拍照 她說那天啊 底八天我就遇到了一個黑人 她也跟我搭訕 然後我聽到這裡我就覺得 如果是我 我就是可能在原地跟她講話 就會結束這一切 但她就說 沒有 她就聊得有點起筋 她心裡單純只是想說 順便練習英文 然後那黑人就跟她說 怎麼積極 我是一個警衛 然後旁邊有一個那個 那怎麼講 工作室 是我老闆的 那因為今天休息 可是我有鑰匙 那妳要不要跟我進去喝咖啡 我裡面有咖啡機這樣子 可以去喝 店有開門的咖啡 外面有別人 然後說 妳該不會去了吧 我說這個時候 妳就應該說可以喝咖啡 可是應該是去一個 Starbucks或什麼 對 她說她就跟她去了 有些人真的會有盲點 什麼意思 就是沒有 因為聊天的時候 那個很友善 對 我們不能老是去罵人家存 因為如果是自己的話 妳可能也會有盲點 有些人就是會有盲點 盲點跟警覺心 只是一線之隔 對 因為像我是很有警覺心的人 然後她就說 她到了那個門口看到 那是一個落地窗 所以就是透明的 她心裡想 很安全啊 應該安全吧 因為經過的人也會看到 裡面發生什麼事 然後她就說 她就跟她進去了 然後那個黑人的 第一個反應進去 就立刻把落地窗鎖起來 然後她就驚覺的想說 為什麼要鎖 不是 只是喝咖啡 她就有點 開始有一點小緊張 然後那個人就直接二話不說 把她推到牆上 壓住 可是那是一個 50幾歲的媽媽 我跟妳講 這就是女人 她的錯覺 她就覺得說 我都50幾歲了 怎麼還有人要避充我 怎麼可能要這樣子 她會不會當下覺得很浪漫 突然就被逼老師說 我覺得她講這個故事 你是幾輩的媽媽 想說遇到了 被避充 她講那個避充 我覺得她好像還有點 就是覺得自己有點航情 對 只是後來那個黑人講的話 她開始就真的害怕 她就說 那黑人這樣跟她說 然後她就說 沒有 這裡沒有咖啡 對 我就是想跟你那個 這樣 對 那個媽媽怎麼逃走了 媽媽嚇歪 她終於意識到不對了 那雖然是透明 可是剛剛有講的是假日 所以根本沒有人 而且英國大跟鬼一樣 又不是像台灣 是隨時路邊都有人 然後她就忽然害怕 就假裝拿起手機說 那個我同學等一下就會來了 他會打給我 妳可不可以先把我放開這樣子 當然這都她跟我的形容 只是我覺得很荒謬的是 她為什麼會答應 對 她為什麼會把她自己 放在一個這樣子 然後我說好 那不管妳有沒有怎麼樣 我說結束是妳有沒有怎麼樣 她說反正我就被她亂親了一頓 然後她覺得可怕 那這也是一種侵犯 對 所以她就後來問我說 妳就只能當作被蛤蛤蛤蛤 請到 甜甜了這樣子 她來問我說 太噁心了吧 不行吧 這個心情會很緊張 可是我聽她 形容的時候 我覺得她沒有太大欺負 她是不是在炫耀 那個男的是不是一個帥哥 還是怎麼樣 她就要跟你炫耀 跟你講她夜遇 麗婷 我們本來是要講恐怖故事 該不會妳講的是 就是一個50歲媽媽的 艷遇吧 對 她現在懊惱的是說 她怎麼只有親我 可是她該弄什麼都被那個 然後她就問我說 她是不是應該去報警 她應該 這個已經來不及了 她說 妳知道前兩年不是有一個新聞 好像有一個小姐 一個女子 在好像某一家百貨公司樓下 去停車場牽車 而且好像還是下午還是4點 5點 就是還是很熱鬧的時段 就是去樓下去牽車 然後那個人就拿著刀 從後面叫她上車 然後帶她去一個汽車旅館 然後在路上 就是一直要她什麼 每一個提款機都要 拿3萬3萬3萬 因為好像一天只能拿3萬 然後那個 就是那個新聞形容是說 這個女子非常的有邏輯 她很冷靜 她沒有讓自己緊張 因為那個男的好像把她的電話拿走了 然後她就是一路一路一路這樣拿錢 後來到了那個汽車旅館 好像這個女子也是怎麼救自己 因為她沒有電話 她就拿那個旅館的電話 撥到櫃的 對 她就把電話沒有掛好 讓對方聽他們的對話 她才被救出來的 妳對這種社會新聞都記得好清楚 哈哈哈哈